社會級大家好 歡迎來到沖港台 很久很久沒有和大家在這裏 只說沖港台 今天要講的就是香港書展 沒錯 大家都知道 香港書展現時正在香港舉行中 之前國際旅遊展 我回去參與的時候 都說很感慨 三年沒有參加過國際旅遊展 而書展方面 其實也是三年沒有參與過 老實說 之前那次所謂參與 都是坐車邊的 2019年 當時我幫《金貴文化》出了 《萬谷王》 其實不是我自己的書 只是幫他寫的 裡面有我的份 有我的樣貌 也能賣一下 在那裏出現過 而真真正正自己胡遺聰的書 真的很久很久沒有出過 其實我當時也曾經懷疑過 這些旅遊書還能否賣到 等於疫情過後 整個世界都變了 很多東西都已經不同了 今時今日你要預訂機票 你都可能不再光顧旅行社 你要預訂酒店 都可能未必會光顧旅行社 全部都是 online 有關旅遊資訊 網上有很多 多到不得了 還需要拿著一本旅遊書嗎 我都懷疑 直到之前 疫情剛剛OK的時候 經理文化那裏又再找我 說出一本萬谷書 說不要害人 不要遺害人間 免得你虧展 說不會啊 我虧得起啊 怎樣這樣啊 那就試一下吧 OK 那就試一下出 想不到 出了之後 爆了大南門 依然還有人會拿著一本旅遊書去旅行 我都很惡然 那本書都買得下 之後也都要出第二版 但很可惜 因為自己懶 即是 即是 你知道 不迫到近身 我又不開工 結果呢 都趕不出書展出這個第二版 其實呢 那時候臨近書展 突然之間都忽下其想 咦 是啊 可不可以出一些胡偉聰 不是說太國旅遊的書呢 但想想想 又是不要遺害人間 一會兒到時候 累了大家 做一個環保書 賣了十元 五元的 買一送三的 那怎麼辦呢 但我又看回 咦 咦 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媒體朋友 當然那些是紅人 也都出了很多書 跟他們自己本身的範疇 沒有什麼關係的 可能一些感受性的文章 那其實 我心想 會不會有人想看胡偉聰 講一些感受性的東西 或者泰國生活的見聞 挖得一定一些 去哪裡吃東西 去哪裡住酒店 這個我其實都懷疑 其實當年出過兩本類似的書 一本叫變態歲月 一本就叫做做過泰國人 兩本都是一些 講自己的事情的書 但是很可惜這兩本書都不能賣 可能那時候還不是時候 但現在會不會是時候 不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等於有人說 整個你的前半身 蛤? 我的前半身 我不是很紅的 有沒有人有興趣 聽我之前的 怎樣去奮鬥 睡覺 但是也是那句 你成功 現在我每天還是掙扎求全之中 不能夠算是一個成功人物 所以我覺得 都不是時候出這些書 唯有 再等 希望有一天 可以有 比自己更加 比現在更加多成就 就可以想一下 但是等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的 說回來 今年書展 硬見很多的朋友 都出了很多的書 有些是工具書 有些是感性書 有些是感受書 各樣都有些 可以說百花齊放 其實呢 想想想 是啊 國際旅遊子 闊別了三年沒有參與 書展其實 我都是很多年沒有參與 為什麼不參與呢? 趁現在還有少少人 還記得自己 其實呢 應該是大家要機會 但是很可惜 我錯過了今年書展 這個黃金檔期 那明年會怎樣呢? 不知道的 明年是什麼世界 我不知道 我經常都說 不要問我日後怎樣 後日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明年還有沒有一個市場 給我做一些 旅遊書 先不要說旅遊書 旅遊書 我相信 我不知道今年書展的情況 是怎樣 但是我相信 當日 我那本書出的時候 同時間沒有其他競爭對手 但是今年書展 除了小弟那本 充遊萬谷之外 亦都有其他的書出現 都不出奇 都是一件好事 就是糧色競爭 但是到了明年這個時間 會不會突然間 雨後春筍 多很多很多呢? 還需不需要 胡偉聰這些旅遊書呢? 不知道 又或者 我不寫旅遊了 那些建民生活 可以不可以 又不是 我自己都沒有什麼把握 就是等於之前 都有人問過 有沒有興趣寫一本 關於在泰國做業主 買樓 這些東西 我相信這些書 賣到嗎? 不要為何人間 因為現在賣不到 旅人虧錢 算了,不要搞這些 一場朋友害你做什麼 但是 究竟坊間 會不會在市場 不知道 又說泰國鬼故事 又說這些 看潘兆聰 幹嘛要看這些東西 又或者 譬如說 一些 自己心態的東西 或者泰國一些 有趣見聞 或者一些 風花雪月的東西 但風花雪月 有其他YouTuber在做的 比如做得好 那你怎麼做呢? 又是 做一做 說一說一說 不用做了 又或者說一些 這麼多年以來的 以前的亞視生活見聞 亞視的工作見聞 但是這些懷舊 想當年的東西 有市場嗎? 有人想看嗎? 我又不知道 後面有一堆這樣的東西 又可不可以殺出生血路呢? 又不知道 等於之前 又有一間出版社 不好意思 是累了 那時候應該是 尖士邦片 我忘記哪一套 什麼時候都忘記了 我自問是尖士邦收藏家 我找他 就 大家一說即合 出了一本關於 尖士邦文化在香港 還有一些收藏的書 叫做 《衝出太空城》 但是呢 很可惜又不多賣得 往往似乎 就是第一件事 羅渣摩 做尖士邦 就一定多人看 你不做尖士邦 就沒有人看 那譬如 胡惟聰 不說泰國旅遊的東西 其實說其他東西 究竟還有沒有人想看 我也很懷疑 大家不妨留言告訴我 因為其實 香港書展都是年終的大事 還記得以前 還在幫忙 一出版 加出版的時候 往往都有一些簽名會 在大堂之上 福樂壽三星 被安置其中一個位 往往都提心吊彈 因為你不知道 你隔壁坐什麼人 一個坐過明星 一個坐過歌星 哇 整個村人在排隊 是排他那條隊 你那條隊只有十個 相言見絕 就欲宣到很厲害了 我經常說 每年書展 就拿自己出來稱 究竟稱到多少 真是不敢說 還記得那時候 福樂壽三星位 三閘位 害怕了之後 就唯一縮在一個檔口 出版社的檔口那裡簽 往往簽的時候 都不想 一條人龍 盡頭了 十個了 死了 還有沒有呢 又沒有呢 都不斷幫自己倒數 是很害怕的 但當然 這是以前的事 以現在來說 譬如每年的國際旅遊展 又或者泰國節先算 簽名會之上 是源源不絕的 很多很多人 究竟今時間 再拿自己出來稱 會不會夠份量 會不會 連綿不絕 因為說 十個而已 接著九個 又不是一個排錯隊 不好意思 走回去旁邊 會不會這樣 不知道 但怎樣都好 我還希望在有生之年 再試一試 再品嘗一下 香港書展的一些書香味 希望明年有機會 可以再參與一下 今年沒有參與 純粹是自己的問題 自己懶 因為經緯文化 給了幾次機會 我都問過幾次 但可惜自己就是 忙於其他事情 結果 機會就慢慢地 過去 當你打電話 找他 不行了 印刷廠說 趕不及了 明年 謝謝 拜拜 好 Anyway 都希望有機會 再在書展 東山再起 跟大家見面 希望到時大家還需要胡偉聰 多謝大家 多謝